來看到美國NBA直籃 布魯克林籃網隊 日前主場迎戰林書豪的老東家 休士頓火箭隊的時候 首次舉辦臺灣之夜 推銷二零一七臺北市大運 由於當天前一萬名進場的觀眾 都可以獲得林書豪公宅 吸引將近兩千名僑胞到場 不過很可惜的是 林書豪當天依舊殷傷 被列在傷兵名單 沒能上場 在布魯克林籃網隊主場 迎戰休士頓火箭隊賽前 Barkley Center外 已經有許多球迷排隊等著進場 因為當天前一萬名進場者 都可以獲得林書豪公宅 當小朋友們從工作人員手中 拿到辮子頭髮型的 Jeromin Lin公宅時 每個人都開心不已 可惜林書豪從休息室走出來時 只穿著西裝 因為他依舊被列為傷兵 無法出賽 複雜心情全寫在臉上 不過他還是幫幾位拿著林書豪球衣 與公宅的球迷簽名 此時準備比賽的兩隊球員已經在熱身 而駐紐約辦事處處長徐立文副處長陳鋒玉等人 也坐在貴賓喜關賽 布魯克林籃網隊選在對戰林書豪舊東加 休士頓火箭隊首次舉辦臺灣之夜 以可愛的宣傳大使熊讚在球場上大跳舞到行銷 二零一七臺北世大運 紐約他是個大城市 在零十五號兼臺灣之夜燃料 燃網隊然後藉由紐約當地的華僑的幫忙了 那世大運順利來這邊做宣傳 那目的就是要希望說告訴全世界說 臺灣已經準備好了 那麼最重要就是說要告訴全世界的華僑 到時候一起在賽會期間一起回到臺灣 替家鄉加油替臺灣加油 這場臺灣之夜不僅由大紐約區臺灣人社團聯合會 請全力籌辦就連臺灣建大輪胎也大力贊助 就是要讓紐約人與國際友人知道 這次世大運即將在八月在臺北舉行 也讓賽事非常具有 臺灣為臺灣紅電視採訪報導